实验三之二 制作简易分类检索表 我要买的东西在哪里呢? 那边有楼层指南,上面有不同楼层的分类索引 这样就可以快速又精准地找到目标 生物检索表也有类似的功能 能帮助我们进行生物分类与查询 让我们来练习生物检索表的使用与制作吧 实验器材 准备活动纪录部附件一的动物图卡就可以了 实验步骤 取下活动纪录部附件一 仔细观察图卡中所布的六种动物外形 利用记录部中的检索表 试着观察动物的外形 依照检索表的分类方式 找出这六种动物的名称 例如第三种动物有六只脚 身上有斑点,而且身形圆 因此检索结果为瓢虫 把分类结果记录下来 发现了吗? 在记录部的检索表中,最后每种动物都对应到一种名称 接下来试着自定检索标准 将这六种动物每次依照一种特征作为标准分成两类 如果每一类有两种以上,则再继续分类 直到每种动物都被分开为止 利用同样的六种动物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检索表 并与同学分享 结果与讨论 1. 将幼途的动物利用实验记录1的检索表进行分类 结果会分到哪种动物? 你觉得它们相似吗? 如果差异很大,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根据实验记录1的检索表进行分类 可以发现检索结果为金龟子 但两种动物并不相似 可能是因为制作检索表时 没有纳入此种动物所造成 2. 步骤二周 你制作的检索表跟其他同学的是否一样? 如果不一样,为什么? 每位同学采用的分类标准不一定相同 制作出的检索表结果就不会完全相同 3. 分类检索的概念还可以如何运用在生活中 请举例说明发现处与其运用方式 除了生物分类运用检索表之外 例如图书馆、唱片行或图鉴书籍等地方 也能看到类似检索表概念的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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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